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盘亚洲股市跟着回档 所以今天的盘势 就是因为俄国乌克兰的情势紧张 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我只是要告诉朋友 像这种非经济系因素的一个冲击 对股市影响都是短线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都是如此 你忘记了两岸关系紧张 之前曾发生过导弹危机吗 结果股市有重做吗 南北韩的紧张 北韩四射飞弹 有造成全球股市的一个重挫吗 都没有 通常都是短线冲击 因为它跟经济层面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盘势跌了快300点 我认为是多跌的 我认为是多跌的 我在上礼拜五已经跟你讲过了 台股已经进入超跌区了 既然进入超跌区 昨天盘中跌了200多点 我当然在买股票 那今天又是到俄国乌克兰的情势紧张 而重做的台股 我一样是在找寻 既优性的个股 抗跌性的个股 告诉我们买 其实这两天 我所带进的股票 原则上应该是要报股过年的 应该是要报股过年的 好不好 因为剩最后明天一个交易日 行情它总是要反映 反映什么 反映经济基本面 为什么要升息 经济基本面太好了 所以要抑制空膨 所以升息 我已经给你看过 好几次的一个资料 甚至图表 每次的升息 所带给股市的 顶多是短线 你会害怕的一个 短线冲击的回档修正 但长线 反映经济基本面之后 升息的未来结果 长多的架构 对 不管是之前 升息所造成的 美国的稻穷涨五成 或是美国的科技股涨一倍 标准普遇 四次升息四次都涨了 对 最高还涨了175% 所以今天一个大盘回档修正 给头边有一个结论 谈随时会强谈 随时会强谈 今天是多跌的 今天是多跌的 上礼拜我就告诉你了 超跌区 为什么超跌 你自己看一下大盘 从高点来到昨天的低点 跌掉了937点 大概跌5%而已 但是融资约呢 到昨天为止又大减33亿 累计大减210亿 融资减肥度是7.3% 只要盘式的融资减肥幅度 远到一大盘下跌的幅度 这个盘 其实就是止跌讯号 这个盘随时都会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 大盘再度的一个重挫 快300点了 两国情势的紧张 就历史经济来看 非经济因素 短线冲击而已 所以这个盘 融资已经大减了 每天都在减了 随时会强弹 随时会强弹 而且这个强弹的力道 会非常大 因为该卖的股票 你们都卖光光的 所以这两天 我都在减便宜货 我都在找寻 哪些个股 未来会有超额利润 台积电的一个架构 给同票带到 因为很多同票 喜欢操作台积电 手中持有台积电 我在礼拜三 跟你预告台积电的支撑 就是这一根红黑棒 很清楚的一个支撑位置 礼拜三讲完之后 礼拜四礼拜五 跌下来支撑接近了 来到637 既然支撑接近了 那接下来要往上走高的机率 就相当大 所以礼拜一昨天大涨12块钱 那今天的一个台积电回档 638 他是不是撑很漂亮 支撑就是支撑 上个礼拜五 来到637 支撑接近了 接近了他强谈12块钱 今天回档修正 有破底吗 638 所以表现如储 稳定的一档 全职性的个股 对台股未来走势 具有稳定 精心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盘不用太悲观 不用太悲观 你如果对 切老师的一个解盘有信心 你如果对切老师 选择的一个价钱投资 干领股票 基本面有信心的 这两天你跟我低接 你跟我报股过年 等开央盘之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值回票价 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康普 从去年度的6月20号 80.6形态突破 开始买 没有错吧 这个位置当然回不去了 因为分段操作的一个结果 来到12月份 153卖 累计的报酬率有没有两倍 从80几块钱到153 对 拔档 那康普153卖掉之后 当他回档修正 来到123 收缴止跌讯号 买啊 昨天美国股市 其实也出现非常明显的 落底的止跌讯号 所以我认为美国盘 重此今天晚上 开盘开得不是很漂亮 接下来低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康普 你高点有跟我卖的 打下来啊 123 收缴止跌 我当天买进 在128 高点卖掉低档接码 这同标一定要把握住的原则性 不要股票 低档区 我在默默的布局 你不知所措 高档区 我落袋为安 你胡乱追高 这样不好 兵兵同一股票 我希望你看我全部 是并肩作战 一起同步掌握 那个上涨的一个获利结果 而不是 涨多的自己忽然去追 追高的套了才来问我 为时已晚了 所以康普的一个架构 1月14号收缴止跌 出现买进的一个讯号 然后上礼拜三来到140 短波高 他表现已经比大盘强了 礼拜五台股回党 康普很强 红黑棒 上礼拜五 台股不是一根中长黑 重挫吗 康普上礼拜五 已经表示他强势的一个脉络 那昨天礼拜 康普最低127 是不是很强 没有跌破这个 我买进买回的一个时机 有跌破123吗 昨天拉下来127 那今天康普更强 大盘回党287点 康普始终在平盘附近 尾盘涨一块钱 不要小看这一块钱的含义 今天就一个获利绩效 当然不会让你累计太多 但是未来呢 能在台股今天往下重挫的过程 康普可以表现上涨的一个架构 代表它的基本面 得到市场上认同度很高 才会表现出红K棒 所以像这一档康普 抱着过年 这档股票我一定抱着过年 之前的获利绩效 高档的卖出位置 现在在相对的低档安全的位置 电动车的市占率 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 黄金十年 黄金二十年 所以现在全球各国 很多的一个国家 都在发行电动车的ETF 其实我也跟你讲过 如果你不喜欢操作股票的 你是很保守的 你就当盘式回党修正 电动车的相关ETF 分逼的往下承接 长线架构 你一定会获利安居 这是我给你一些 比较保守型投资料的 一个操作的概念 因为长线 电动车的相关干领股票 它这个黄金十年 二十年所带给它的报酬率 非同小可 非同小可 每期也是从去年度的六月份 64.2开始操作的一档 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分段操作 累计报酬率 有没有超过两倍 继续回顾 十二月份一样 高档166卖的 高点有卖 高点有卖 当它出现收缴子迪的信号 1月10号133 我买进在136 那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没有错吧 高出低进 低接完之后 其实它最近的表现 跟康普一样 表现都比大阪强势 所以当昨天礼拜一的美其麻 我认为多跌的 我认为多跌的加码 是不是 昨天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美其麻在130附近 可加码买进吗 这个加码的一个时间 跟价位很精彩 因为加码买进之后 背盘拉高139 首先可以现赚9块钱 那今天这档美其麻 黑黑棒打下来 收盘132.5 我昨天加码在130 表现还算不错 至少它不是跳功跌停吗 你的感觉有重挫吗 你的感觉会认为重挫 是因为盘是跌了快300点 会摧毁你持股的信心 但是难盘见高手 所以我常提供 你要看我节目的一个时间点 大盘重挫 你不知所措 你的老师只会安慰你的同时 来锁定我的节目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希望这两天 你把我的节目从头看到完 未来的开往盘的行情 像是负责帮你带到 什么是超额利润的股票 聚合也是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高点卖 你掰收缴止跌 当然可以低接 那今天聚合表现也还OK 小黑黑棒而已 目前聚合量缩整理 2000多张不是攻击量 所以它缺少的是一个量 不量它就容易往上走高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对未来行情 尤其开红盘之后的一个脉络 你不晓得何去何从的 金老师特别推出这个红包三重奏 希望你拿到这个三个红包 对你今年的行情 可以产生如虎添翼的一个效果 第一个红包当然是公司给的 第二个红包 欣老师给的 我另外再加买一个红包 希望今年的苦年行情 你都可以服务身风 发大财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婷娟 好 那么更多操车 今天我们会来继续再请蔡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进我们的个股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整个盘式的一个架构 融资余额每天都在下降 昨天减少了三十几亿 那今天盘式跌了快三百点 融资一定会继续减少 草码面是非常的稳定 我希望同朋友你要做对动作 散户的一个方向 通常跟赢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你很清楚嘛 所以近期的一个表现 融资大减了两百一十亿 减肥幅度超过七% 大盘跌得快一千点 不过跌五% 所以这个盘 这个盘看融资 大家在卖 你应该反其道而行 反市场逢低承接一些强势性的机油股 盘随时会强展 随时会强弹 对 今天本来应该是要涨的 你看昨天往上美国股市 你就知道 今天盘本来应该要涨了 那俄国乌克兰情势的紧张 它会打起来吗 两国真的会战争吗 这可能性激进于领 所以不要过度的担心 短线的冲起 多给你一次上车的机会 该报股过年的 你跟我勇敢报下去 好不好 这一场创围 你看一下 营收新高嘛 连车量力将近九成 是不是 收缴止跌的讯号 172当然可以买 172没有买的 1月14号打到179 一样低接嘛 一样低接嘛 低接完之后往上拉高了24% 我在上礼拜五短卖一趟 210 这实验价位给你对过了嘛 是不是 210卖掉之后 创围股价开始回档修正 当天跌到198 礼拜一 杀下来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194接回 很清楚吧 这边24% 高点卖杀下来 你看一下 从高点卖出的位置 210 到礼拜一接回的位置 194 差了16块钱 你买个10张 16万 所以能赚波段 我帮会员创造波段利润 有价差 我一样不会手软 所以创围的一个架构 昨天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昨天那个杀了200多点 我一样告诉全体会员 每个等级都一样 采风低承接的原则性 昨天的策略是如此 今天多跌一天还是如此 这两天积极的低档布局 好不好 所以创围李白杀下来 194接回吧 时间价位给你对过了 接回之后收盘204 昨天涨6块半 你买在194 你可以赚10块钱吗 因为买在平板以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金老师的一个反市场操作 总是在盘市回档 告诉会员出手 其实以后 你如果参加我的会员行列 也是一样 你看我前面 感觉很精彩 都是低档买高档出 所以我出手的时期 通常是盘回档 个股低的时候 告诉会员买进 所以很多同庙 你之前是不习惯 这样的动作的 你习惯的是 盘大涨股票 强出头的时候 勇敢去追 因为涨的时候 你有信心去买 结果通常会买在一个 短线的高点 稍微震荡起盘 你就被洗出场了 后面那一大段 又跟你没有缘分了 所以如果将来有机会 你跟我一起合作 一起并肩作战 我给你盘中的扣讯 跟着做 我讲过 不管你任何时间参加我会员行业 普惠特惠 尊龙都一样 健老师电上所修的扣讯 跟你收到的扣讯 那个时间加为保证一模一样 你放心好了 所以整个一个创委 昨天第一阶这个位置真的很漂亮 9.21分创委 195附近接回 当时21分股价在194 昨天不是跟你对价过了吗 大概接回在194 昨天创委因为杀下来 他跌五不中 卖压不中 那既然基本面没有改变 营收依然成长将近一倍的基础股 16块钱的价差 帮会员做到了 是不是 所以接回之后收盘204 今天创委表现好不好 大盘中抽的快300点 创委有跌吗 你自己看一下 有跌吗 没跌 没跌卖吗 你看我今天买创委的有赚钱 大盘间跌赶快卖一卖 反正有赚钱就好 是吗 股票市场上要赚取可观的财富 那不是小额科 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知道 每天的迎头小利 对你来讲是负担很重的一件事情 短线在那边进出 每天想要当中赚钱 你以为真的那么容易吗 你以为真的那么好赚吗 所以在股票市场上 人产生一个自负的结果 一定是靠波段 有时候做一些价差 没有错 波段才是你自胜自负的 主要操作模式 这千老师 20几年的一个操盘建 提供给你看法 好不好 没那么厉害 每天穿来穿去 每天都会贪到钱 对 那赌赌 每个都赚钱了 都不用工作了 不是吗 所以整个创围的一个架构 今天表现太强了 对 收盘是205 那昨天这个接回的位置 真的不错 194到205赚11块钱 强势机油股抱着 不要随便卖 好不好 可以抱着的一档 机油性的个股 提供给同朋友做参考 包括今天的伟权店也是一样 表现还不错 我们请打播把2436的伟权店 的走势图 秀给同朋友看一下 大盘跌了快300点 伟权店的一个架构 你自己看一下 有跌吗 盘中一度拉高 是不是 所以整个伟权店 在1月17号 出现长宏吞噬攻击的买点 是不是 当天你可以跟我 低接在85块钱 85块钱低接完之后 收盘87.3 那整个伟权店的一个架构 到今为止 收盘是84.1 最高86.1 表现比大盘强势 你认为它 接下来应不应该涨 如果你看到它基本面 无线充电的控制IC 可以让它的订单满到今年 你应该对它的未来股价走势 不会有所怀疑了吧 这是之前给你分析的基本面 是不是 伟权店的无线充电控制IC 得到无线充电联盟的一个认证 也得到高通的一个认证吗 两大认证的一个价值 你认为它有没有订单 你买品牌 是不是你选择产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宗旨 比如说你买家电 你是不是特别宗爱哪个品牌的 你买包包 你是不是特别宗爱哪个品牌的 你才会去买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伟权店 它的无线控制IC 得到所谓无线充电联盟的认证 也得到高通认证 两大国际品牌的一个价值 它的订单一定会越来越强 股价呢 现在是因为受到大盘的影响而已 所以大盘短线冲击 对 今天应该该涨的 没有办法 谁会想到多 俄国跟乌克兰的一个两国的情势 会突然的紧绷起来 谁料得到 除非你是普丁 对 你是乌克兰的一个总理 不然谁料得到 是不是 所以对于这种短线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超跌现象 你的眼睛要跟 增大一点 找寻一些超越利润的股票 这目前你当下应该做的动作 而不是垂头上气 去找说为什么今天盘又跌 跌了不知所措 所以现在放任不管 股票 闭着眼睛 卖光光 因为大家都在卖 群众的心理 你看到融资每天都在减 对 你就想说反正大家都在卖股 报现金过年 那我就跟着卖 你跟着卖 开荒盘之后 我看你怎么买回来 尤其我 代会买进的这些强势肌肉股 开荒盘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低点 因为盘 融资下跌幅度 远大一大盘的一个下跌幅度 侧已经出现很明显的止跌讯号 所以今天多跌 将近300点 这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以后上涨这个强谈的过程 它不会只有涨300点 我先跟你讲在前面 华星科 因为12月份的清库存 让他业绩荡下来 所以股价短线过度反应 超跌 会有超的利润 所以整个一个 华星科弹上去之后 如果拉回打第二只脚 这绝对是黄金右脚买点 有没有打下来 有没有打到151 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 既然标准黄金右脚买点浮现 151附近当然可以承接 所以整个华星科今天小跌而已 我对他未来行情 逐出双底之后往上走高 回测完之后回再定高 这是我对他的规划 提供给同票做参考 附顶也是一样 目前在这一道 资深附近震荡整理 量缩强势整理的附顶 补量就会大涨 那这几天他没有补量 他依然都是两千多张 上礼拜五两千六百七十一张 礼拜一昨天两千五十二张 看法不变 重量不是攻击量 反复的震荡 反复的洗盘 那接下来的附顶就等放量 今天一样没有量 一千多张而已 所以只要他放量到五千张以上 我相信他未来的走势会相当的可观 所以开放盘之后的一个超额利润股票 还不需要如何掌握的 像是提供给你的红包三重咒 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第一包当然是公司给你的 第二大红包庆隆老师给你的 另外我再加码一个大红包 希望未来的行情 你都可以浮浮身风发大茶 你有需要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把时间交完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提醒观众朋友老板公司 所推介分析这个表加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非允海垂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们你们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的